再說回這三天的藝術節 其實都是講空間的問題 剛才Billy都說了 為什麼在這裡搞呢? 其實因為其實是半年前 那個民主女神像的問題 其實現在還未說真的處理好 還是先擺放的 我們又說回那個公共空間 那個使用權究竟是屬於誰的 就算是我們過了四個月 可能在銅鑼灣時空間外面再擺放的時候 可能又會被人清除了 所以我們是很需要將這些議題 我們不是只是說一次 我們要重複不斷地說 可能我們只是到六月的時候 才會說這些問題 但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反思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或者是公下使用空間的問題 我們已經收了四千個簽名 就是去支持一些藝術家 去租一些公共空間 公下的空間 因為其實火炭那裡 那一百個藝術家 在這裡做了十年的開放日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是每一次有 可能有讀藝術系的同學 去畢業之後 就在那裡租一個studio 慢慢去伸延到 已經十年的發展到現在 還不會有第十年 即是第二個十年 還不會有下年的開放日 我們其實是不知道的 今天我們說的 就是剛才阿恭說了 就是表演藝術的一個空間的問題 我們希望都可以反思一下 究竟那個音量 或者以前 好像Mr. Funny在旺角那裡 玩他那個basking 在街頭的表演 都被人票控的 結果就脫罪了 但是其實整件事 根本就是一個國際的笑話 所以我們都要想一想 其實我們究竟那個表演空間 我們香港的空間 那個問題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香港打妝就可以了 在街頭玩音樂好像就不行 這次我們的表演嘉賓 就是郭達烈